2月22日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多位與會專家表示 香港現行選舉制度存在漏洞 須儘快彌補完善 才能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堅實制度保障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王振民 在研討會結束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愛國者治港不僅是政治原則 而且要在法律制度和機制上進一步深化 一國兩制它有相應的組織制度、組織原則、組織的方針 就是必須有合適的人、相應的人來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才能達到最初提出一國兩制制定基本法它的初衷和目的 王振民表示 中央聽到了香港社會對修改選舉制度的呼聲 並積極回應 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目的是堅持和發展一國兩制 而不是改變一國兩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表示 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公職人員都有政治倫理要求 也有法律上的要求 強調愛國者治港亦是如此 同時強調愛國者治港 作為一個根本的原則 跟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力和自由之間 它是並不矛盾的 回歸二十多年時間 對一些政策 大家有些不同的意見 那麼中央是理解的 包容的 但是必須跟港獨要劃起一個界限 韓大元指出 香港選舉制度存在漏洞 使得落實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存在重大風險 要彌補漏洞 目前最緊迫的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切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那麼如何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那麼在講話當中 夏波隆副主席提出了五項重要的原則 也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 那麼其中第一條就是 要堅持憲法和基本法 所確定的限制秩序 嚴格按照憲法基本法辦事 也就是說 對選舉制度的任何改革 必須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內遵循法制的原則 使得我們的所有的改革於法有據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張健指出 香港屢次發生反中亂港分子 利用選舉制度漏洞進入管制系統 並利用公職身份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他認為 只有堅持愛國者治港 才能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準確實踐 才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其實我們環顧世界來看 在全世界確保愛國者治理 是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是絕對的政治正確 即便是西方的民主國家也要確保愛國者來治理國家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指出 2020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 和有關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 以展現出愛國者治港的基本規範邊界與制度要求 我們港澳研究會夏寶農主任的講話呢 進一步把愛國者治港 那麼他作為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 作為一國兩制事業前進的時代召喚 那麼作為這個一國兩制治理的這個客觀標準 以及作為香港選舉法治改革的 這樣一個根本遵循 那麼闡述了這個清晰的這個政策底線 法理內涵 田飛龍認為 香港各界都要思考 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和愛國者治港的要求下 如何努力成為愛國者 以服務於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 所承諾的保障香港法輪穩定